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星期二說 近日在西貢海域出沒的鯨魚背包有螺旋掌造成的傷痕 安全狀況令人擔憂 團隊正在嘗試確認鯨魚的品種和它的健康狀況 自今個月13日發現鯨魚蹤影 不少市民都出海追尋鯨魚的行蹤 部分船隻更加是非常接近鯨魚 基金呼籲公眾不要出海追逐鯨魚 因為鯨魚屬於敏感物種 很容易受到噪音、突然移動和任為滋擾所影響 太接近鯨魚會破壞牠們的自然行為和遷移模式 對牠們的健康產生長期負面影響